他超嚴重 他差點要直接淚崩在這邊 不知道該怎麼辦 時間回到當天的早上 POLA在一開始還跟著大家一起進行訓練 在開始攀岩之前 POLA進行相當多的團體訓練 其中包括平衡與膽量的測試 POLA都表現得很好 結果意外還是發生了 請攀登 POLA你沒有辦法往下看 你只有辦法看到石頭跟木板 等一下 還有一部 先等一下 好 POLA你可以踩我剛剛踩過的石頭 我剛剛有機器 你剛剛有機器 加油 媽 可以可以 P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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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噴血了大家 對啊 他指甲斷掉 我先上去幫你拿 POLA 指甲斷 P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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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嗎? 因為他兩次都在流血 你就像記者一樣,呼吸 做了一個攝影師,你超想問是不是在演的 很痛嗎? 很痛 你要幹嘛? 衝而已,要衝換鏡 忍著忍著 啊~~ 你捏著我 你抱怨,抱怨 你捏著我,你捏著我 他們現在在處理,處理好就沒事了 因為要消毒,消毒完之後才不會怎麼樣 之後包紮完就沒事了 我要暈倒了 我這輩子沒受過那麼重的傷 啊~~ 小莉典,我拜託你 嗯,對 小莉典喔小莉 最小莉的那種 還在幹嘛? 視野這麼痛 你想想看甜甜生孩子有多痛 這不能比,這不能比 好,你忍住,你忍住 對對對 不要哭 你是Paul 你不是林婷筠 我要暈倒了,我不能看到這個東西 哈哈哈哈 他那個,你的指甲啊 你的指甲應該要平嘛 然後加上你的眉甲 所以你眉甲一斷,你是斷到這裡 所以你這一整塊不見了 所以流血很嚴重 然後另外一個好像是 有撕到一點點肉 所以另外指指甲也有流血 你對於後面的醫療順序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到時候等他稍微止住 我們晚一點再把它拆開來 然後再洗過一次,然後上藥貼起來就好 因為他現在 就好了嘛對不對 對,就好 沒有要去醫院的部分 他手麻掉 沒有,現在就是神經 你現在坐在這 你現在坐在這 他的外套幫他拿過來 紙通藥 有沒有紙通藥 你要過去嗎 沒有在裡面 好,剛剛呢就是我 踩好 然後我要換另外一個洞的時候 這時候呢 腳就滑了 然後就掉下來 但是我的手還在上面 然後就 就掉下來 要鋸起來 對 因為你有指甲 所以沒辦法完全伸進去 對 所以攀這個啊 指甲不要留 這麼長 很危險 因為你的手出來看一下 因為贏的都剪掉了 所以這樣會比較好抓 因為你會擋在一個指甲的距離 那你 後來現在手指頭這樣 然後後續 那怎麼辦 後續的可能的情況 我就說比較正常的情況是這樣 要怎麼時候長出來 就等啊 看他的指甲長的速度 大概是一個月到兩個月 他就會整個回來了 是不會太嚴重的情況 不會不會 你就 不要碰水就好 你這輩子有斷過指甲 對啊,欸我在 你有斷過喔 當然沒有啊 我有先過 喔真的喔 我是整個直接翻譯 超痛耶 好我以前呢就是我的大母哥 是這樣子直接這樣子 全部這樣子 翻開來 然後指甲完全完整的喔 這樣就翻開來喔 所以我整個都沒有指甲 我這兩隻也都是被門夾過的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要比 但是真的就這兩隻 被那個 車門夾 然後我媽 我直接哭到睡著 我媽直接這樣一個一個幫我拔掉 我媽幫我拔指甲 因為要重長 那你後來醫院還是怎麼回事 沒有 就是真的要重長 真的要重長 但是 但是 但是你等一下 現在還很痛 但是他等一下就是會長出硬硬的了 其實他不會痛很多天 就是會 欸就是 有點痛 現在等一下就不會痛了 你撐過了 你撐過那個 瞬間了 那瞬間大概兩分鐘 恭喜你已經 脫離舒適圈了 對我真的 純粹脫離舒適圈 那教練接下來就沒他的事了 對不對 用不到這兩隻啊 用不到這兩隻的 都要用 用不到這兩隻的 那你還是要穿起來 哈哈哈哈 我們下去吧 沒有我們開玩笑的 能休息就休息 我知道你現在不爽